想好如何杀我了吗 我知道皇帝当初给你许下承诺 不管犯下什么重罪 五种环境不能杀 见天不杀 见地不杀 见光不杀 见铜不杀 见铁不杀 你放心 我不会违背皇帝的诺言 这是韩信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持续四年的楚汉战争结束后 刘邦虽然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可在实力上却远远不如韩信 此时的韩信不仅坐拥其位两地 其掌控的兵力更是远超汉军 这让刘邦心有过安 于是刘邦先是故技重施 趁韩信不被持入韩信军中 收走了韩信的兵权 然后又以韩信熟悉楚地为由 将韩信从其王改封为楚王 韩信对此毫无怨言 虽然地盘和兵马都少了 可韩信本身就是楚人 回到故乡反而更加亲切 不料没过多久 一位不速之客找到了韩信 此人正是钟离妹 原来在楚汉决战开始时 项羽以身为尔吸引了汉军的主力 钟离妹趁机带着一部分兵马冲出重围 后来刘邦统一天下 钟离妹无处可去 便跑去楚国投奔韩信 刘邦得知消息后给韩信下令 让韩信抓捕钟离妹 不过韩信和钟离妹关系很好 便无视了刘邦的命令 想要保全钟离妹 这让刘邦对韩信更加不爽 认定韩信想要造反 于是召集众人商议对策 凡快等人都知道韩信用兵如神 谁也不敢攻打韩信 这时陈平给刘邦出了遗迹 陈平让刘邦先假装寻游云孟泽 等抵达楚国时召集诸侯前来会见 只要韩信赶来 就可以直接拿下韩信 刘邦按照陈平的计策行动 果然不费一兵一卒就抓住了韩信 刘邦将韩信绑到长安 削去了韩信的王位 将韩信改封为淮英侯 韩信一直在长安待了六年 直到公元前一百九十七年 带丞相陈希发动叛乱 刘邦亲自带兵讨伐陈希 在刘邦走后没多久 就有人向吕志举报 说韩信是陈希的那眼 吕志信以为真 决定弄死韩信 便派萧和去召韩信进攻 我韩信的今天是相国宁成就的 我曾经对人说过 如果有一天相国让我赴汤桃火 我韩信绝不会拒绝 萧和听后没有回话 只是羞愧地低下了头 我没想到今天请我去的是你 此时的韩信已经有所预感 可他还是没有拒绝萧和的邀请 只因萧和对韩信有知遇之恩 而萧和也有自己的苦衷 韩信公刀正主 自从被刘邦贬为淮英侯 汉军将士多有不满 尤其是齐出两地 都在为韩信名不平 为了大汉江山的稳定 萧和只能帮助吕志除掉韩信 这便是成也萧和败也萧和 韩信刚刚进入皇宫 就被人套上一个带子 脚不沾地地扛到了二楼 你好大的胆 于晨曦串通谋反 你认罪吗 韩信行事磊落 何来谋反 你真是目中无人呢 死到临头还不认罪 韩信听后却突然大笑起来 他已经看穿了吕志的心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吕志如果想杀自己 随便找个理由都可以 可韩信也有自己的仪仗 在帮刘邦平定天下后 刘邦曾经给韩信许诺 不管他犯下多么严重的罪 在五种环境下不可以杀他 见天不杀 见地不杀 见光不杀 见铜不杀 见铁不杀 不料吕志早有对策 这个密室就是他为韩信准备的葬身之地 韩信 你一生做人太轻狂自大 眼中看不上几个人 我会让一群女子 将你处死 随着吕志一声令下 两边的侍女们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竹签 用一块巨大的白布蒙住韩信后 侍女们将竹签狠狠刺向韩信 就这样一代兵先韩信惨死于长乐宫